她是聪慧 勤奋的华裔女性 凭借出众的设计才华 为美国前总统里根改造居所 为花花公子 迪斯尼大佬打造艾巢 因为我了解她的生活方法 她是社会名流的座上宾 将百炼钢化为绕纸绕 以独特视角解读生活的艺术 我们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她是Ali Chen 家的造梦者 生活的梦想家 祝梦天下与华裔助宰设计师 张爱玲 面对面 清谈家的故事 你好 欢迎收看祝梦天下 我是刘云琪 今年是龙年 龙腾虎跃 龙马精神 人们都蠢蠢欲动 想要在这一年大展宏图有所作为 而今年也注定是红火热闹的一年 很多新人选择在今年洗节良缘 还有很多爸爸妈妈等待着龙宝宝的降生 大明星闪婚怀孕的消息接连不断 连Brad Pitt都要结束爱情长跑 终于说要娶Angelina Jolie了 两人成婚 三人成家 一个个家庭就这样建立起来 家是我们心灵的栖息之所 不管那是一座多大的房子 家都是远方的游子 魂牵梦饶的地方 是我们努力想要守护的所在 你的家是什么样子呢 或者说你想要怎样的一个家呢 今天珠邦天下 我们就请来了一位室内设计师 他曾经为很多的大名人 夺身打造他们的家 而今天他的目光转向了普通住宅 让我们和设计师张爱玲 一起坐下来聊聊家的故事 1953年 28岁的广告词撰稿人 Hugh Hefner 拿着从亲友那里凑来的 6000美元 在自己的厨房里 拼贴出了一本 日后轰动世界的杂志 第一期Playboy 花花公子 这期杂志大获成功 卖出了超过5万本 从此Hugh Hefner的人生大为不同 他的杂志成为了全美国娱乐业的象征 而Hefner本人也成为屈指可数的大富豪 过上了中日至最惊迷的生活 半个世纪之后 花花公子别墅Playboy Mansion里 仍然夜夜生歌 各种慈善晚会 生日派对在这里举行 穿着丝绸睡衣的Hefner迎来送网 派对中有一位坐上宾 他就是这座别墅的室内设计师张爱玲 这座房子大概是华裔女设计师张爱玲最富盛名的作品之一 1998年Hefner花了700万美元重金买下这座别墅 然后交由张爱玲来把它打造成自己的形象工程和社交平台 这个房子以前是一个一栋很大的那个别墅 有大概有将近五云云云的地在洛杉矶的思绪中心 那那个房子呢本身呢就是英国的一个古典式的 在仙乡的都市中心 Hefner的别墅就像是一座远离凡尘俗世的室外桃源 张爱玲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了解Hugh Hefner的生活 在我们扎椅改造之间 我们需要有很多活动的余地 在室内室外 大型的宴会啊娱乐的地方等于几乎像一个会所 不过要比会所更有个性化 更吸引人 更神秘 使得大家想去 他的交往 他的身家 他的社会的关系也因此而不同 由瀑布和游泳池所组成的天然水池 是花园内吸引目光的焦点 瀑布下方是大宅著名的沿洞入口 往日这举办过许多热闹的派对 而如今这里一片紧密 如果不是在Hefner的光环笼罩下 这里看上去更是一个修养圣地 庄园的男性格调 例如深色的木材和皮革的色调 从房子的主要部分 一直延伸到花园里的娱乐室 高耸的天花板 以及橡木墙壁 都是Tudor式的典型特征 窗子照亮的房间 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 别墅花园中的宽敞景致 它里面有一点像小桥流水 小瀑布 珍奇的野兽 花鸟 各式各样的人 他们整个的房子 有68个员工来照顾它 张爱里设计房子的最主要是它在设计时把室内和室外融为一体 巧妙地运用盆景 落地门窗 室内小花园 把大自然引进到室内 让主人在室内生活能领会到大自然的美感 哪怕是在喧嚣的都市中心仍然可以保留与自然的情境 张爱里的别具匠心为它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人们或许可以说 这个花花公子的迅速风靡 是一个实事造就的成功故事 而无论人的命运 如何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颠簸 建筑的生命力总是顽强的 张爱里因为这座豪宅的设计 而名声打造 也赢得了业界越来越多的认可 结识了更多的名流朋友 更重要的是 在为哈弗尼设计别墅的工作中 张爱里还邂逅了她的美国丈夫 留下了建筑界的一段佳话 而作为在英语世界叱咤风云的女设计师 张爱里又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呢 她又是如何打开美国人的心肺呢 下一节回来接着说 住宅在任何时期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类别 因为它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空间单元 在二十世纪初期 现代主义建筑孕育发展的年代 住宅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简单的回顾一下那段历史 我们会发现很多现代主义的大师 都是在对住宅的设计和思考中走向成熟的 Le Corbusier的Villa Savoy Frank Lloyd Wright的流水别墅 Miss Van der Rohe的Farnsworth住宅 都堪称为住宅设计的典范 住宅建筑的性质呢 决定了她是一个建筑师早期 接触最多的建筑类型 而出身建筑世家的张爱里 自小就充满了对艺术的向往 她丰富多彩的人生 也从此拉开了帷幕 张爱里祖籍浙江 年幼时全家一起从上海到了台湾 她的父亲是建筑师 结构工程师和土木工程师 从小在图纸堆和模型里长大的张爱里 表现出了对艺术浓厚的兴趣 在小时候的时候我父亲自图绘画 我就坐在他桌子旁边 所以我看起来像他像玩一样的 好像好轻松好高兴 每天都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 初中毕业后张爱里以优异成绩 考入台湾艺术专科学校 并成为该校的首届设计科系毕业生 在这五年中张爱里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 及现代艺术的双重影响 研习书法以及中国古代水墨画大师 对抽象哲学空间的处理方法 觉得中国的道家 残家 他的思想 那个思源 本身对自然是很尊敬的 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1963年11月 年轻的张爱里背景离乡 从成长的台北来到了美国夏威夷大学艺术系深造 而后他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取得了建筑环境设计硕士学位 读书期间张爱里在加州伯克里大学 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 已具有东方色彩而别出新材的山水抽象画 24幅作品大获成功 随后他又马不停蹄 带着这些绘画作品到了芝加哥 费城 纽约 华盛顿等八个城市 做巡回画展 引起美国画坛的注意 受到父亲的影响 踏出校门后的年轻张爱里 选择了建筑设计 作为自己一生奋斗的目标 他进入洛杉矶 颇有名气的美国建筑事务所 William Perera Associates 当时张爱里是事务所里唯一的女设计师 参与了大量的城市规划设计项目 而她真正的事业开端 却是从私人住宅起步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成就了一位杰出的室内设计师 在现代主义的早期 为什么会涌现出大量的住宅杰作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差钱 The Villa Savoy 流水别墅 都是当时的豪宅 造价相当昂贵 他们的主顾都是那些 口袋满满的 富裕而开明的有钱人 作品也毫无例外的表现出 设计师强烈的个人取向 委托人的要求和影响 其实当时是退到了次要的位置 而Frank Lloyd Wright就有这么一个故事 他设计完了一座房子 这个业主太高兴了 能到请到大师来设计自己的房子 所以他就举办了一个晚宴来庆祝 结果当天晚上既然下大雨 房子漏雨了 业主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就打电话给 Wright先生说 这房子漏水了 那 Wright很不屑的说 你别在那吵吵 你只负责住在那 房子我设计的 可见的建筑师的分量是多大的 那房子他的名字设计的 你说所以其实很多当时这些住宅呢 可以说是建筑上的杰作 但是呢 宜居来说的话 那未必 像Farnsworth就是一个玻璃屋 毫无隐私可言 但是呢 当时呢 却给了建筑师 肆意挥洒的空间 而张爱里呢 又是怎么面对他的第一次挑战呢 有些很漂亮的房子 问题是在 他没有性格 他不是按照那个主人的生活方式来设计的 人的家是要配合他自己 并不一定是要豪华 他走进他的家 他觉得是一个安全感 他可以变成他自己自我 那么你设计这种方式才达到他的目的 美国唱片巨匠 Lu Adler可以说是张爱里的伯乐 原本他只要张爱里帮忙设计 改造一个车库 唱所预言之后 却把整座房子的设计规划工作都交给了他 这个人我看他穿了一条牛仔裤是剪短的毛虚虚的 戴了一个破草帽 我实在看不出这个人我能够用什么方式来设计他的房子 这个人到底是谁我搞不清 张爱里观察了Lu Adler很久 他到他的海边别墅去考察 觉得屋子里没有一处地方值得留恋 在目光不经意的流转中 玻璃雕塑灯引起了张爱里的注意 那是新艺术运动时期 法国一位艺术家的作品 这盏灯留住了张爱里 我说你从哪里拿到这个灯 他说有一天我在巴黎晚上 在路上散步 这个在下雨 整个城市都已经都已经睡觉了 在昏昏暗暗的灯光 街灯光下 我看到一个古董店里有这么一个小灯 隐隐的在发出光 对他的那个灯光是非常那个细腻而有富有私益的 所以我从那个开始有一个灵感 我说原来这个人 他还有这么一个细腻的 艺术的欣赏的 那个潜意识 的敏感性 所以我就 我就觉得我如果花时间 我花工夫是什么的 于是张爱里设计了这栋房子 所有的线条都是自由奔放的 他请了很多雕塑家 并亲自设计了其中的每一条线 这座房子几乎改变了业主的生命 一度疲于奔命 生活没有规律的工作狂 重新爱上了安定的家庭生活 而张爱里也因为这一次出色的工作 开启了他的另一重人生 Ali Chang又是如何与里根夫妇结缘 为他们改造房子呢 这位女建筑师又是如何设计自己的家 下节回来继续走进张爱里的设计世界 在国际建筑的大江湖中 功成名就的华人设计师辽若新成 最富盛名的当属贝玉民 他以外交加班的气质与智慧 赢得了肯尼迪图书馆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 卢浮宫玻璃金字塔等等大型项目 并且把他们变成了耀眼的传世之作 1983年他获得了建筑界的诺贝尔奖 Prisker建筑奖 如今扎根于心中的东方智慧 以及传统审美 也为了许许多多的华人建筑师的成长 打开了更多的空间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华人设计师 登上了国际建筑界的舞台 以勤奋和才华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而作为一名女性设计师 张爱里更是以她独到的女性视角 和温婉的处事风格 将百炼钢化为绕纸柔 在建筑的江湖中傲视群雄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 张爱里凭借辛勤的努力 和不懈的进取精神 成为建筑设计 这一个向来被男性垄断的行业中的佼佼者 他硬要为社会名流 业界领袖设计豪宅 包括珠门恩怨 电视影集男主角Larry Hagman 21世纪Fox电影公司前总裁Gordon Stolberg 迪士尼公司前总裁Frank Wells 摇滚乐巨星Rod Stewart 这些顾客日后都成了他的好朋友 他的设计公司还曾经参与 为前总统里根退休后 在加州宅邸做规划设计的建筑工程 因为我了解他的生活方式 我了解他的人生哲学 我了解他的问题所在 我了解他的愿望 他想要人家看他是什么样的 他想要表达是什么样的 他是哪些问题 他生活方面 他们家里的组合 有哪些地方我需要可以帮助他们 张爱里的设计理念很简单 先知其人 后设其一 富有创造性的设计 应得了美国设计界的肯定 他曾连任两届国际设计师协会会长 多次荣获美国设计师协会颁发的 国际杰出室内设计奖和国际环境杰出设计奖 我的竞争对我四场 我自己做的最好的程度 是我的正尊的方式 为了表彰其在室内设计领域内的显著成就 及对社区民众的贡献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将1993年8月12日 就名为美国加州障碍美国 人们都很好奇建筑师自己住的房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西班牙国宝级建筑大师 Antonio Gaudi 终身未娶 始终怀着一颗孩子般的心 即便年老呢 他也把自己的居所打扮成童话般的世界 每一把椅子 每一张桌子 每一面镜子 只要人手可以给他搓搓捏捏的 他都要来搓捏一番 绝不放过 而今天建筑界所流行的人体工程学 人性化设计尺度 其实早在一百年前 就在大师的作品中绽放了 而日本建筑师魏延武的住所 却不是他自己设计的 他总觉得给自己设计住所 这个房子是非常困难和无意的事 因为他总是试图探索不同的可能性 希望发现新的东西 而作为资深的室内设计师 张爱里的家又是怎样的呢 张爱里的家坐落于洛杉矶 风景秀丽的Santa Monica峡谷 背衣苍翠的山坡 俯瞰吉里之遥的太平洋 这栋五千多平方尺的石木建筑 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中 与优美的环境混为一体 我就想起一些像希腊 埃及 意大利的一些在海边的一些小城市 一坡而建 那么我就几乎是用这种方式来跟着地形 来建造我的房子 园林般的山石流水 登堂入室 成为别具风情的门厅 流畅的空间构成 别致的装饰 月幕的色调 处处显示出女主人的品味与用心 张爱里是将东方文化 融入到西方家居设计中的倡导者 我觉得我会考虑跟周边的建筑物的关系 并不是说你要融合成一起 你可以突出 可是你要考虑周边 然后它本身的功能 怎么样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除了设计师的身份 张爱里也是知名电视节目 生活的艺术的主持人和创办者 与此同时 她还是一名妻子和母亲 她在多重角色之间切换 油润油鱼 你可以设计一栋房子 人们在里头 生活 工作 在里面 庆祝 生命 那个作品 才是 比较更接近 理想 勒克布斯也在《走向新建筑》一书中写道 现代的建筑关心住宅 为普通而平常的人 关心普通而平常的住宅 从二十世纪房屋市居住的机器的理论 到如今更注重个性化的体验和享受 就在设计不断地在向以人为本的宗旨 靠拢 无论是形式还是功能 都在追求与人性高度契合 在采访中的家里也说过去他的事业一直都是在为社会的主流的成功者打造显示他们地位和品位的房子 而现在呢 他更愿意为普通人 至少的家 家或许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却是我们获得安宁和平静的心灵港湾 你的生活哲学 你的精神追求都可以体现在你的居所之中 也或许会随着这座房子而不朽 所以不论你拥有多少的财富 无论你有没有学过艺术 请你用心来装扮你的房子吧 希望我们能够有机会能够显示出 在一个极端规律性单元化的住宅里头 造成一个有个性的 有自己有生命力的冰箱